美国武术家协会于6月24日在纽约举办第三届纽约国际武术锦标赛 时代中国杂志广东省文化学会联合报道 记者何梅军通讯员球玉交纽约时间1月5日 由美国武术家协会主办的第三届纽约国际武术锦标赛新闻发布会 在纽约法拉圣隆重举行 美国武术界及各界友好人士代表出席了盛会 大赛的宗旨是助力武术入傲 弘扬武术精神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提倡更多华裔青少年学习武术 经过两届的成功举办 在美国及一众海外国家和地区 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成为了海外华人津津乐道的一大盛事 美国武术家协会会长张良表示 该协会于2017年成立 由黄成、蓝超海和他三人共同创办 旨在助力武术入奥运项目 中国武术是一门制止清洗的高度自保技术 最早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之一 它蕴含着深厚的道德观念 做人讲道德、习武讲武德、为习武先修德 未曾习武先学理 是中华武术的传统 在仁义理智性儒家思想 及其他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 武德表现出了首信、重义、游礼等思想 张良表示 协会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纽约国际武术锦标赛 每届参赛人数多达上百人 现场观摩人数上千人 选手来自美国各州及周边国家的武术爱好者 第三届纽约国际武术锦标赛 将于6月24日在纽约皇后学院体育馆举办 预计今年参赛选手超过200人 常务副会长蓝超还表示 本次比赛参赛者年龄跨度 从5岁至70岁级以上 比赛增加了散打、摔跤和太极 其他常规比赛还有集体项目 传统北方拳术、传统南方拳术、永春拳、对抗项目、形意和八卦 荣誉会长、大赛总裁判长郭存杰表示 疫情期间各大武术赛事都在网上举办 本届武术大赛恢复现场比赛 相信会有更多人参赛 青少年学习武术是发展得智体美劳 还有助于升学 主办方告诉记者 一众专业人士参与到赛事当中 大大增强了大赛的专业性及权威性 一、奥运冠军代言 主办方隆重邀请了奥运冠军赵庆建作为形象大使 愿望以世界冠军的助力 提高大赛在全社会的推广宣传及影响力 二、自由搏击国家队总教练担任评委 英雄传说职业搏击品牌赛事创始人兼赛事委员会执行主席 自由搏击国家队总教练 WBC无畏泰中国区主席 前中国国家散打队主力队员 中国武术五英级国家健将 在全国散打比赛中连续7次获得52公斤级 56公斤级冠军 并三次夺得国际散打搏击比赛冠军 被誉为亚洲第一快腿的邹国俊先生 参与到赛事中 三、世界赛事活动知名导演指导开幕式 美国武术家协会邀请中国知名导演 广州广播电视台原制片人总导演 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执行导演 深圳世界大运会开幕式序幕总导演 2015香港国庆晚会总导演 第二届纽约国际武术锦标赛开幕式总导演何金德先生 担任本次大赛开幕式总导演 主办方呼吁全球华人及全社会继续关注大赛 邀请武术界各机构及个人踊跃报名参赛 携手共建 一起努力为助力武术入奥运加油 联合发布时代中国杂志 和媒工作室和金德导演工作室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6月24号的在皇后大学体育馆举行的此次比赛 我们不见不散 由美国武术家协会主办的纽约国际武术锦标赛已经成功举办的两届 今年的6月24日将会在纽约皇后大学体育馆隆重举行第三届 期待全球华人继续关注 更期待武术界以及各界人士踊跃报名参赛 让我们一起努力助力武术入奥运 加油 加油